互联网快速发展你想象不到,今天你掌握的生存之门,说不定一年以后就被淘汰了,这就是血淋漓的现实。 今天还在谈论AO压进去,无疑是死路一条,昨天还说APP,一不小心就踩到坑里去了,现在月宁新媒体,只作微信公众号,从零开始,即使投入再多仍然是被公办。 昨天快手很火,今天的音乐活跃用户超过3亿了,2017年比特币很火,2018年区块链创业成为资本的宠儿,呈现一片新火燎原知识,人工智能亲切很火,互联网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了。 如果你是一个互联网职场人士,如何不被淘汰?这是一个摆在这个行业里非常严峻的话题,你要养家,要进步,愿先要想在3万到5万,想要过上安稳的生活,稍不留神就被互联网浪潮拍死在沙滩上。 互联网每隔21个月就要革新一次,新技术,新思维,新项目的出现层出不穷。 即使你今年只有21岁,26岁,31岁,38岁,仍然难逃厄运。 01,对新生事物保持好奇和敬畏之心,即使你今天从世纪媒体和社群领域,已经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了,依然要对新生事物保持好奇和敬畏之心。 从2009年第一次提出移动互联网的概念,移动互联网过去10年的发展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。 OTL移动支付,新媒体,社群,知识付费,人工智能,大数据,区块链,物联网,一次又一次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,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。 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,你又想获得丰厚的回报,但是又缺乏对新生事物的敬畏之心,往往就是危机四伏的时候。 即使你现在的薪资5000,或者你的薪资已经达到年薪30万,过上了安稳的生活,稍不留神仍然有可能遭到唾弃。 因为人性往往又是懒惰的,一旦开始获得一线生机,和相对稳定,的机会就不想进步了。 第二,建立你的认知系统和方法论,你是做内容运运的,这一点不管是在传统的PC互联网,还是在移动互联网,还是新媒体,社群运名,知识付费时代,移不开的是你的基本能力,你的写作能力,你的标题能力,你的封面能力。 当然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技能的掌握,还有就是要掌握内容的方法论和思维体系,永远不要相信你的领导跟你说的,你掌握技能就可以了,还是什么方法论,因为你的上司,老板,主管不会对你的未来和前途负责,他只想着你,帮我好好把活干好就可以了。 为什么综合性人才这么紧缺,看完这些要求,你就知道了,一,过硬的专家能力,你的领域做出了一千万的业绩,二,团队的管理能力,例如二百到三百人团队管理能力,具有非常强的领导能力,三,也有逻辑思维能力和任务拆解能力,四,为人正直无私,也有非常强的自律能力,五,也有过硬的心理素质, 非常强的抗压能力和人间沟通能力,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告诉你怎么做,怎么去历练,只会告诉你,我需要这样的人才,没有构建你的阅均和方法论体系,工作三年以后,你就开始变得平庸了,因为你是为工作学习技能的奴隶,你不是自己人生的掌舵者, 零番,终身学习的理念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以打破的,没有什么不可以变革的,不变得只有你的思埃和行动上的懒惰,很多人以为学习就是买几本书,听几节知识付费的课程,或者去参加三五次线下的沙龙活动,或者重新回到大学进行进修和学习, 其实不然,你没有终身学习的理念,没有学习的态度,即使你想学习,依然抵抬不住思维的懒惰,变成行动上的矮子,做企业不比的你在大学学习理论知识,它要求你学习以后,用得热,用得好,你才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,因此,你必须常常有危机感,保持学习的热情和渴望, 才能始终跟得上互联网的发展,当然了,当你在学习区块链,新媒体,社群阅明,知识付费,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嘲笑你,你看你整件研究和学习吧,一个月下来也没有拿多少工资回家,还不如早点回去打打麻将,放松一下,互联网变化之快,享好不仅仅是你的体能,还有你的心智和毅力, 零四,快速试错的能力新媒体野蛮生长的时候,没有人告诉你,如何设定自己的商业,模式才能走得长远,社群关口来临的时候,没有人告诉你线上线下的社群如何打葬,如何建立规范的社群业营秩序,知识付费时代来临的时候,没有人告诉你课程要如何打磨,用户的口碑才好和转化率才高, 区块链创业浪潮热火朝天的时候,没有人告诉你告诉你怎么入手,如何做交易所,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和传统企业有机结合起来,基于名片的真实有效社交, 没有人告诉你,为什么我们每天浪费这么多时间,仍然找不到愿意为你的业务满单的客户,因为学了一堆的知识,没有机会试错和事件,就会被人诟病为空口无凭者, 只剩谈兵者,是错和事件才能在快速变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被淘汰,而且获得丰厚的回报, 结语在快速变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,百度救不了你,腾讯看不到你,爱里巴巴供养不了你, 企业的无情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,避免被淘汰不是最终的结果,而是你一个新的开始, 人生的没有白走的路,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,文公子义。 MINGDONE 感谢观看